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曼城 猜到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是一個夏日的遊樂場 這個遊樂場有點像我們香港的AIA嘉年華 有很多機動遊戲 最搞笑的是中間有一個人工造的沙灘 可以走近拍給大家看 亦有海盜船、激流等玩的 現在這個夏日的遊樂場 其實只有Summer才有 去到9月 入場費是3磅50P一位成年 玩每一個遊樂場就要收Token 一般是3至4個Token一個遊樂場 而每一個Token是1Lb 這個Summer Park的確實位置 等我開股 其實它是在我們全曼城最大的購物房 Trafo Center的對面 這裏就是Trafo Center 這一期Trafo Center對面 除了有Summer Park之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一期在Trafo Center外面 亦都有Upside Down的展品 除了大家可以在外面打卡拍照之外 還可以進去參觀 如果進去參觀 就會看到裡面是一間屋 所有東西都是上下倒轉 而收費1至5是4磅1位 而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就會是5磅1位 這個Upside Down House 其實在世界各地 它不定時都會有一個展覽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在台灣都拍過 這個夏天在Trafo Center 這裏真的很多東西玩 除了剛才那個Summer Park 和Upside Down House外 這裏也可以玩到跳彈床 這裏就是4磅1位 它是星期一至日的收費也是一樣的 這裏就是Trafo Center其中一個大的入口 Trafo Center就是全曼城最大的購物店 它會分兩邊 現在我們拍攝的這邊就是舊翼 另外還有一邊新翼 比舊翼小一點 而Trafo Center其中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停車場 停車場是有很多位置的 所以就算是週末 很多人來的日子 都不難找到位置 而且停車場是免費的 一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它的食物屋 下層這裏就是一些 以快餐店為主的餐廳 然後上層 都有其他不同的餐廳 在這裏也找到 Manchester Bee的蹤影 還有很搞笑的地方 就是一進來 其實它就會有很多ATM機 其實整個Mall裡面 它都有不少地方有這些櫃圓機 方便大家買東西按錢 不過其實大部分的商店 都會收Credit卡或者Debit卡 都不需要用現金支付 這裏就是最底層的Food Court位置 我給個360度的全景大家看看 下層主要都是一些快餐廳為主 例如有Burger King KFC Mcdonald Subway 而上層都有不同的餐廳 這裏的頂部 是一些假的天空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設計很古代 好像很多年前的屯門市廣場 在Food Court的這一層 除了有野食之外 也有一個類似我們冒險樂園的遊戲機中心 我拍給大家看看 這裏有非常多這些機器 今天其實是走過來的 不過都見到是非常熱鬧 這裏都有很多東西玩的 亦都有香港人很喜歡玩的夾公仔機 這裏的遊戲機都頗新的 例如這個這樣是很有趣的 它是打這個Space Invader 但是就是有過這些座位這樣坐著玩的 都頗有趣的 而且在這個遊戲機中心裏 亦都有得打球 這些就是美式桌球 這裏真的非常熱鬧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是很享受在這裏玩的 而在這個遊戲機中心 都不少是有得打球的 現在就是接近黃昏的六點鐘 不算超爆 也算有些連結有吉位 我們之前來過 早一點的話 其實是所有連結都爆了 在這裏也有一個叫Vegas Namco 裏面是成人才能進入的 也是玩一些有博彩成分的老虎機 這裏的遊戲機都頗新的 還有大部分的機都有人玩的 這裏真的好熱鬧 在現場見到 也有氣展球 而最棒的 這裏就是有碰碰車玩的 大家玩得頗開心 這裏的餐廳 有些都頗便宜 例如這間意大利菜 它是10磅99p 可以選擇三個小的食材 當然它每一個食材 其實份量很小 例如它的薄餅只有六吋 大家可以當是吃西班牙的tapas 然後這裏這間cafe 就是主打吃一些Waffles 它的Waffles都頗吸引 還有還有一些蛋糕 這裏的Waffles 全部都是即正的 其實現場都聞到很香的Waffles味 這裏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例如有TGI Friday's 然後這間是吃美國菜的 然後還有Walgamama 這裏的整個地方都是食肆 來的 這裏很多餐廳都裝修得頗漂亮 在這裏也不少得有戲院 這間戲院是有賣IMAX的 這裏下層就是Food Hall 剛才也有提過 其實這個Food Hall 我們現在在一個高角度 就認得清楚一點了 其實它就是用一個船做主題的 所以這裏就是一個船頭的甲板設計 所以兩旁都會有這些船的煙筒 這裏的餐廳真的非常之多 而這間Archies 它的裝修是非常之特別的 是非常之多粉紅色 很適合女生打卡 而它裏面都會有一些像雲般的波波 是一間很特別的餐廳 這間Archies主要就是吃Burgas 一些Milkshake和Waffles 就是這間Archies 再走前一點 這裏就突然間會變得很中式 就是非常之禁古式古香 這裏就是有一間中式的酒家 這裏兩旁的設計 都是非常之中國色彩的 這間就叫城外天 有些春卷 有些包 有些片皮鴨 都是吃中式的食物 這裏的頂部都是很中式的設計 從剛才好庫中國色彩的出口 出口 出了來 就是去到商場的retail area 這裏就是有非常非常之多的商店 因為它是全曼城最大的購物櫃 這裏譬如 已經有一間Apple 這裏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進駐這個商場 這個商場 頂部也是會用了這些玻璃頂 可以引入一些自然光 這個商場 這裏都有幾層的 真的有非常之多的商店 這個購物櫃實在是非常之大 大部份一些主要的品牌 都會有分點在這裏 譬如賣電器的地方 Curris Marks & Spencer 接著最盡頭 又有John Lewis百貨公司 除了Boot 又有Superdrug 這裏的Boot是很大的 你看這裏有 其實它下層都有 它是有兩層的 這裏因爲太多的商店 沒有辦法拍攝所有的商店 給大家知道 不過我會推介 如果大家無論是住萬城 還是不是住萬城 帶來萬城旅行的話 Travel Center 都是其中一個必到的地方 譬如這裏也有H&M 先前我提過Travel Center 分了兩個建築 一個是新翼 一個是舊翼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在舊翼 通過這條橋 就可以去到新翼 新翼那一邊 就會有Ligoland 有一個Sealife的水族館 有Primark 這裏就是商場的Floor Plan 這裏只是指定了舊翼那部份 就會見到有下層和上層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商店 除了在Connor那裡 有John Lewis的百貨公司之外 它也有Selfridges Selfridges和John Lewis 都是有橫跨兩層的 而至於新翼那一邊 就會比較小一些 那裏就有Sealife的Aquarium 就是水族館 另外有Ligoland 有Nex的Home 這個購物中心 真的很大 這條橋就是貫穿新翼和舊翼的 由於這個商場實在太大了 它卡派都會分成新翼和舊翼兩邊 如果大家有某一些品牌 特別想去買東西的話 可能就要先檢查它 究竟是新翼還是舊翼 然後拍攝近一點的停車場 那就不用走那麼遠了 因為這個商場其實真的很大 我都拍一拍商場的外觀 給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尺寸 而現在鏡頭拍著這個沿拱頂的 就是舊翼 其實它是由剛才那裏 一路貫穿這裏 到那邊另一個頂 是非常之大的 而新翼就是在這裏 剛才鏡頭拍的那條橋 一路穿過對面 一路穿過去 這裏就是新翼 新翼就會比舊翼小一點 這裏就是新翼的位置 這裏的那間Prime Mark 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就是由剛才畫面的盡頭 直到這裏 都仍是Prime Mark 是非常之大和非常之好走的 新翼的建築設計 其實跟舊翼都有點類近 不過這裏就明顯會是新翼的 一些鏡頭 還有這個Prime Mark 不單是大尺寸 還有兩層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Prime Mark 買的話 在這個分店走是非常之正的 都是不開的 我們到4月一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去的地方 已經是這個Trafo Center 這個桂圍曼城最大的購物店 大家真的不要錯過 這裏都很值得來逛逛街 我們又再拍下這個新翼 給大家看看 其實頂部也是很漂亮的 我們其實已經來過這個商場很多次了 每一次來新翼這一邊 都是少人很多的 可能因為始終舊翼那邊 那些品牌是多很多的 新翼這一邊 就有這個Lagoland 還有一個水族館 這裏就是水族館 水族館旁邊 有一間購買家居物品 這裏的東西都頗大 我們也有在這裏 之前買了一些家品 而旁邊這裏就是Lagoland 現在已經是晚上接近7時 所以Lagoland已經收了 不過在商場裏面 都看到這些用Lagoland組裝的模型 ulagoland 2 3 3 4 9